举起张飞 啥 举起张飞 你啥体格子呀 这是举步如飞 谁敢与我举一死战 生什么 关什么 生情关羽 你本事不小 曹操能同意吗 我原本以为 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 这是谁的不讲 是生死关头 记住了 什么操 什么业 曹操失业 曹操失业 三国裁员了吧 是重操就业 最后一个 什么被 无什么 刘备无语 我 我 我更无语了 你是就知道吃吗 进一词写的是啥呀 极度 吃醋 上当 吃亏 有钱 吃香的 喝辣的 没钱 吃土 打架 吃我一拳 我看你吃我一拳 那进一词能用吃表是吗 能呀 还有很多呢 那你跟我说说 说不出来腿给你打断了 耍流氓 吃豆腐 打招呼 吃了吗 脱颜症 吃爸爸都赶不上日乎的 物质享受 吃喝瓦乐 吸取教训 吃一切找一只 没事找事 吃饱的撑倒 得了绝症 想吃点尝就吃的啥 那妈妈能用吃表是吗 能呀 吃我那老 哎呦 不错 那爸爸 怎么表示啊 吃货呗 我 水很深叫 渊 水很浅叫 瘫 水流很急叫 瘫 水流很慢叫 智 两山相加之水叫 剑 水面微微波动叫 要 深的水池叫 潭 水的边际叫 崖 小水坑叫 挖 大水坑叫 池 人工开凿叫 橘 自然形成叫 吸 吸水会聚叫 河 河水相连叫 江 小的波浪叫 蓝 大的波浪叫 鱼阿姨 大波浪怎么叫 刘阿姨了 你那天说 前面的大波浪是刘阿姨啊 你怎么回头 我烧给你 我什么能年入百万呢 窃什么 要是不犯法 我什么都敢干 我有办法呀 你下屁孩 你能有啥办法呀 你往银行存六千万 一年利息就一百多万 我要是有六千万 我还用你交啊 这六千万的办法 我也有 什么办法 你往银行存四十个亿 我要是没猜错 挣四十个亿的方法 你也有吧 对啊 这需要存多少 这回你不用存 你得回头 我烧给你 三点一四一五九 啥玩意儿 语文提 借问酒家何处有 我都跟你讲过呀 再想想 先来一打小啤酒 几个人喝呀 上来就要一打 挺能喝呀 有人喝 是木桶咬指杏花村 记住了 下一句 感情深来一口闷 啥 木桶咬指杏花村 感情深来一口闷 我问的是这句 劝君更进一杯酒 下一句 谁不喝完 谁是狗 不是 几个菜呀 喝成这样 跟酒干上了 这句 山外青山 楼外楼 现在你脚压在岸头 你别笑 不对 谁是卖爸 谁起头 我太难了 漂亮 学习很重要 我年轻的时候 咱家非常穷 后来经过我这么多年 不断的努力和打拼 你终于不再年轻了 那我也是从当初的一无所有 到到了身无分文 你别笑 我再从身无分文 到复战累累 人生就是这样 不必为今天的不幸而感到悲哀 也许明天就更绝望 我太难了 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 当初我没有读博士 原因有很多 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小学没毕业 小学没毕业 接二连三 不会造句啊 晚上下班了 爸爸接二连三的回家了 不是 你有几个爸爸 还接二连三的回家 小心翼翼 怎么造句啊 爸爸偷偷摸摸的 把楼下刘阿姨 接进了家里 小心翼翼的关上了房门 我让你造句 我没让你造谣 人家是没言过来戒言 没关门 我去把门关上 我有你说的那么猥琐吗 用不解而且造句 爸爸不仅有屁股 而且还是两半的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 糟糕 玩犊子 啥玩犊子呀 这题是问你开始的反义词 结束停止不都行吗 玩犊子 你跟谁学的 我都没英语老师呀 你别笑 这题 离开的禁义词 滚犊子 有人 不是 东北老师影响这么大吗 让你把普通话都给忘了 这个 爱护的禁义词是什么 护犊子 你跟我俩是扯犊子呢 我说啥也给你这小瘪犊子 把老师换了 你也会啊 好 还有 老师 来 优优独播 优独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